HELLO 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來為各位示範一下 如何用這個保特品來做一個 焦花的一個噴水頭 那這種保特品呢 它的那個螺紋是有特殊規格的 跟我們一般的六分的螺 螺亞是不大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用一個專門的 專門的這種 奶嘴 這種奶嘴是專門為這個保特品設計的 那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鎖上去就好了 我們再換一種瓶子也是一樣 絕大部分的瓶子都是可以鎖上去的 那這種300毫升的這個瓶子 市面上很多嘛 你就找一個尺寸比較合的鎖上去就好了 那 我們用這種保特品來做這個噴水頭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 因為在有些場合 我們必須 噴一個角度 因為有時候 廠商給我們的噴頭不是180度就是360度 那 我們想要 對某一個角度做噴射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自己來動手做就對了 那 除了這個我們特殊的一個需求之外 那 在一個教育上也是不錯的 因為可以 教導小孩子這個寶特品的一個回收利用 這也是很好的一個教育方式 那我就來為各位示範一下 我們如何來製作這個寶特品的一個灑水頭 好 那首先我們必須在這個瓶子靠近底部這個地方 鑽一些孔 那你如果是要 要180度你就鑽一半的孔就好了 當然鑽孔的話是需要比較好的工具 那這個是一個 我們在畫瓷磚記號的一個錐子 這非常硬又非常利的 所以用這個錐子 來做一個挖孔動作是非常好的 那我就來開始挖了 那你在挖的時候挖壞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寶特品市面上很多 你都隨時可以再去找的 或是下回再買個飲料就有了 那今天我要做一個180度就好了 因為我們要拍攝影片嘛 如果這個360度就怕會噴到我的一個攝影機 所以我們示範一下180度就OK了 這個孔不要挖太大 你有就好了 那你如果希望它水噴大一點 你就多挖一些孔嘛 多挖兩排三排都是可以的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差不多完成了這個 180度的這個 這個小洞了嘛 好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奶嘴鎖上去了 當然你這個奶嘴鎖好以後呢 你還是要跟你的這個水管做連接嘛 那我這邊有一個有一個快速接頭 這種快速接頭這邊這邊是六分啞的 那你就可以來卡上去 好我們就卡上去了 那如果是你的配水管是六分的 當然你是直接鎖就可以了嘛 如果是六分直接鎖 可是我目前這是六分 可是我一般家庭 或是比較常用的是四分的 所以你如果有這個需求 你可以買一個這個 將六分轉成四分的這個轉換頭 那就可以跟你的家用四分之來水管做匹配了 把你的這個水管改成六分的內牙 把你的這個水管改成六分的內牙 那跟這個就可以鎖起來 好那我們就實際來測試給各位看一下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才做的 這個噴頭在噴水的情形 好那由於它這個是用快速接頭嘛 所以你可以調整噴射的一個方向 你只要轉快速接頭就可以了 感覺上是滿好用又方便的 好那以上呢是由我為您示範 保特瓶灑水頭的一個製作 那你如果覺得不錯 想要製作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可以提供這些材料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了幫我按一個讚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